法国政府拼经济 要人民善待路客 想到法国你会想到什么 巴黎的铁塔 诺曼蒂的圣米歇尔山 还是蔚蓝海岸的沙滩 许多观光客对法国人的印象 是对不会说法语的游客不友善 餐饮业服务生代客出离 因此为了刺激经济 法国政府呼吁法国人 要对人更友善一点 法国的外交部长上周发下好语 希望法国明年可以吸引一亿观光人资 也将针对美食和葡萄酒 运动和登山 生态旅游 奢侈品和衣术 以及城市旅游等五个范畴 提出促进观光业相关措施 包括在高速公路 凯皮专用道 从继承车和公车往返机场使用 并且解禁开放部分商店能够在周日营业 巴黎形象今年也因游客遭偷强事件受创 尤其是对巴黎居之若物的中国有钱人 每年有超过百万人次的中国游客 造访法国 法国政府也承诺将在各景点增加20%的警力 动心为众所报道